人生有多少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恩与同路人》 我是你今天的节目主持,罗建新 每年大约在三月尾,四月头的时间 基督教都会来庆祝一个不下于圣诞节的重要节日 这个就是复活节 大家可能会在商场的窗櫷里面 都会看到一些色彩很漂亮 不同摆设的复活蛋来做装饰 而这些大约就象征了生命和希望在里面 今天我们很开心请到《恩与之声》的总干事 谭品立牧师 和我们来说复活节整件事的事迹 和今天对我们的意义又是什么 好,我们就将以下的时间交给谭品立牧师 复活节其实就是纪念2000年前 耶稣基督他的复活 复活可以说是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历史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 他的生命就从出生去到死亡就完结了 但耶稣基督很不同 圣经特别记载到 当他死了之后的第三天 居然他的坟墓的尸体不见了 这就引起当时很大的混乱了 为什么一个死人的尸体不见了呢? 而最奇妙的就是当耶稣基督 当他未上十字架受死之前 他已经预言了他会复活 果然这件事就按着他所说的来实现了 所以当时跟随他的一群的门徒 一群的基督徒 他们当时应该是受着很多罗马兵来追缺的 可以说个个都来到逃避 怕被罗马兵抓他们坐牢 但当他们见到耶稣基督復活之后 他们的生命很不同 圣经里面特别记载到 他们不单止一个人见到耶稣基督復活 他们一时之间有五百人 同时之间见到耶稣基督復活 我们看到原来耶稣基督復活 不单止有物证 还有人证 大概一百年前有一位很年轻的英国的律师 叫做Fran Morrison 他觉得最荒谬的就是人復活 于是乎他自己有这样的心愿 他说他想拯救这班无知的基督徒 为什么会相信人有復活呢 于是乎他就立了一个心志 他就想说我要重新研究这个復活的历史 他用他一个律师的专业 这个判断力来证明这个历史是错的 来救回那些无知的基督徒 果然这位的年轻律师 就真的用了很多年的时间 首先研究圣经 记载了耶稣基督如何复活的事情 然后再研究其他历史的证据 经过很多年的研究 很多的搜集 最后他写了一本书 在1903年写的 这本书叫做《谁移开那石头》 这本书就是Fran Morrison 来写他重新研究 耶稣復活的整个过程 而最后的结论 就是他证明 他相信耶稣基督真的復活 今天可能你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也没有那么多尊业精神 来研究耶稣基督有没有复活 但是对于每一个认真 来面对这件事实的人来说 耶稣復活是千真万确 各位朋友 其实耶稣基督的復活 是基督教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基石 如果有人能够证明到耶稣是没有复活的话 整个的基督教信仰都可以是崩溃 在圣经的一卷书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他里面也有这么说 他说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简单的意思就是 如果耶稣没有真正的复活到 可以这么说 一群信耶稣的人就是傻子傻女 想要证明耶稣没有复活到的Frank Morrison 他是被找到的证据去证明了 耶稣復活的真确圣王 可相言之 聖过死亡而复活的耶稣 就是各位又真又活的神 为我被听在十字架 情愿深呼世正我的罪 我要唱起了主 Hallelujah 除了主持人一 我们的生命热线号码是416-788-3322 耶稣復活究竟带给我们全人类一个什么信息呢? 我相信最得限度有三个很重要的信息 第一,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能够叫死人復活的主 死亡可以说是限制了很多人的生命 人死,我们一般中国人说是一裂八了 其实不是 圣经说人死后必有审判 原来今天我们在一生里面所做的事情 将来有一日在上帝面前都要受着审判 而这个审判 当我们是带着一个有罪的身份的时候 我们就永远的与神来隔绝 永远的离开神 相反的,如果我们得着上帝的救恩 圣经说因为耶稣基督 他愿意来到世上 为我们全人来过罪死在十字架上 以至每一个人口里承认耶稣为主 心里相信 上帝叫他从死里復活 就必得救 就必得到罪得赦免 当我们被赦免的时候 我们死后就不用永远离开神了 相反的 我们就可以与神同在 去到神 所为我们预备的天家的当中 耶稣在世的时候 有一位朋友 他的名字叫拉撒罗 拉撒罗 他跟耶稣 以为是好朋友 有一次拉撒罗就死了 其他人就通知耶稣 通知耶稣的时候 心里面 大家都很难过 就跟耶稣说 耶稣啊 你的好朋友拉撒罗死了 于是耶稣和门徒 就从第二个城镇 就赶到拉撒罗 那一块地方 当耶稣去到的时候 然后拉撒罗已经死了四天了 那么他的家人 他的家姐 看到耶稣 都很伤心 就跟耶稣说 我弟弟死了 耶稣对这件事都很伤心 但耶稣呢 就说 我们去到拉撒罗所 遇到的 坟墓 当去到拉撒罗所 去到的坟墓的时候 圣经说 耶稣举目望天 就说 父啊我感谢你 因为你 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 但我说这话 是为周围 暂着的众人 叫他们 信 你是差我来的 说了这话 就大声叫 拉撒罗出来 那死人出来 手里裹着布 脸上包着手根 耶稣对他说 解开 叫他走 这段经文 让我们看到 原来耶稣呢 他有个能力 能够叫死 死了的人 都能够 复活 结果拉撒罗 死了四日 但都能够 复活 让我们看到 耶稣就是 那位生命的主 耶稣的复活 带给我们全人类 一个新的盼望 人死后 不是一了八了 人死后 会有一个 另外的生命 或者他永远 同神离开 或者他永远 同神一齐 这个就在乎 你今天 源源意接受 上帝 对你的 恩典 而第二方面 我们看到 耶稣基督 他是大有能力的 耶稣的复活 最得限度 给我们看到 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就是耶稣能够 得性死亡 似人永生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当他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带着一个使命 就是要叫全人类 能够得着上帝的恩典 原来耶稣的名 背后的意思就是 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中救出来 不知道大家有时 会不会觉得 我们叫做 深不由己 有时我们心里面 很想做一些好事 偏偏我们做不到出来 相反的 有时我们不想做一些坏事 我们就不自然的 来到真是做了出来 好像有个爸爸 他就 教儿子好严的 他有一天回到家的时候 见到个儿子 和几个同学在那儿玩啤牌 他心里面很生气 说我搞错呀 你们有书不读 在那儿玩啤牌 赌钱 因此把同学都赶走 然后就 赶了个儿子入房 说你回房读书 这个爸爸挺好的 他都知道 原来小朋友 玩啤牌 赌钱不适 就教儿子 但隔了没多久 爸爸就拍了个儿子的房门 说 儿子出来 帮我做事 儿子说做什么呀 他说 我稍后有朋友来打麻将 你帮我去开桌 这个故事 只是一个笑话 是吧 有时我们做大人 都一样 我们教小朋友 我们有很多 我们的道德标准 不知为什么 当我们面对一些 罪恶引诱的时候 我们往往有时 都是一个失败者 所以耶稣基督的来到世上 是要帮助我们的生命 能够重整 从罪恶里面得着释放 而上帝要帮我们生命能得得着重整 是负责一个生命的代价 诗经里面特别的 和我们说 唯有基督 在我们还作罪人的 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 就在此 向我们 显明了 原来 当神要拯救我们 离开罪恶 他要牺牲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来到世上 为全人类的罪来死 原来 今天 我们犯罪离开了神 是要付上一个很大的代价 而上帝因为爱我们 他不希望我们永远的灭亡 永远的离开他 于是乎耶稣基督 他愿意来到世上 成为一个代罪的高弱 以至今天我们所说的福音 就是凡是我们愿意接受 上帝这份的礼物 这份的恩情的时候 耶稣的生命 就能够 成为我们的生命 耶稣的救恩 就能够 在我们身上来到发生 所以今天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不是接受一个宗教 不是接受一个信仰 也都不是接受一个哲学 我们接受了上帝的恩典 也接受了上帝的爱 透过这个上帝的恩典 和爱 我们能够活出一个 生的生命出来 圣经说 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 上帝会 猜派 圣灵保卫斯 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好像我们的一个 先生一样 在我们的心里面 来提醒我们 来帮助我们 以致我们行事为人 能够更加 讨神的喜悦 复活节 是上帝 对你 和我 一个 爱的 表示 因为耶稣 之所要复活 因为祂曾经 为我们死过的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过的十字架上 伤出的恨事 牺牲也没愿由 生天以后 胜过死亡 应许人可得咎 无条件的爱 留待你身上 接受 完全的伤信 燃亮这一生 盼望永没尽透 天一生足够 当世事再不可 从头 主的爱在背后 恨请你在这黑豆流 求靠爱的双手 一生首 显出的恨事 牺牲也没愿由 三天以后 胜过死亡 应许人可得咎 如果你想多点了解基督教信仰 你有什么烦恼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帮到你 打电话来跟我们聊聊天呀 我们的生命热线号码是 4167883322 复会主之前的三天 就是寿难节 寿难节其实就是 纪念耶稣基督 祂是为世人 上十字架 为全人类 钉在十字架 一个的过程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相当艰辛的 圣经记载到 耶稣当时 被人捉了去审判 当时 罗马兵 就用一些叫九尾边 历史记载 这些九尾边 是非常的残忍 因为一条边有九条的尾 每条尾 都会是 挂着一些石头 或是杜勾的物体 所以当他鞭打 那些犯人的身体上边的时候 不单单是鞭的时候 肉体会痛 当他抽回你上来的时候 就好像 耕田一样 所以圣经里要特别形容 耶稣被鞭打到的身体 就好像 耕田一样 可想言之 耶稣基督所受的痛苦 是非常的 艰辛 当他被鞭打完之后 就去到 这个比拉多 当时的审判官 罗马的审判官的面前 这个比拉多 他见到耶稣 他看一看 群众 他又觉得 耶稣其实都没有犯过任何罪 但是当时的群众 群情汹涌 要钉死耶稣 在一个 很没理据 很没证据 很没理由 底下 比拉多 这位的罗马官 是迫要无奈的 他在 众人的面前 拿了盆水 出来 就公开的 洗手 意思是说 其实 判死耶稣 不关他事 其实他没有足够的证据 这个也都应验了 圣经里面所说的 耶稣基督是无罪 但是他愿意 为了我们有罪的人 你要死在十字架上 而耶稣没有任何反抗 没有任何的 挣扎 就好像一只羊 被逃了的时候 他是雅着无声 为什么呢 原来耶稣 来到世上 他是愿意被上帝差遣 他甘愿的 来到为我们 承担了罪的代价 罗马兵丁 拉耶稣去到 一个地方 各国他山 去到 有 其他有两个 犯人 和耶稣 一起钉十字架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罗马兵丁 就将一些 大概 七寸 至九寸 长的钉 将他两对手 每一只 左右手 来到 钉穿 然后将他们 对脚 一起来到钉穿 然后高举了 大概 离地面 有十尺 那么高的 地方 三口钉 你要承接 整个人的 重量 其实是非常痛苦 原来钉十字架 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 因为钉的人 不是立刻死 是慢慢流血而死 和耶稣 一起同钉十字架的两个犯人 他们还在喘气 挣扎的时候 有一个来到 就 嘻笑耶稣 他说 耶稣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你就做神职啦 不如你自己救自己啦 叫你能够 在十字架跳下来啦 另外一个 就反而 和耶稣说 另外一个说 我们今天所受的 十字架是应当的 因为我们是犯罪 我们是罪人 但是他看着耶稣 他就跟另一个犯人说 这一个人 他根本没有犯过任何一件错事 一个是义人 然后他就跟耶稣说 耶稣说 求你这个角降临的时候 请你纪念我 耶稣在一个 痛苦的时刻 他都很乐意的 来到回应 各位的犯人的要求 他就说 我今天 就要同你 在乐园里相会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 慈悲的心墙 每一个人 愿意去到耶稣面前 只要你愿意 真诚的悔改 耶稣都会接纳 我的耶稣 你的牺牲 在各个他 逐楼之地 你 生下尊贵 你说 今天我要 与你一同在乐园 看 你的母亲 看 你的儿子 我的生 我的生 为什么你只望 我的儿子 同样的 今天我们面对復活节 面对耶稣的十字架 我们可能都好像这两位犯人一样 有不同的反应 可能你见到十字架 见到耶稣的復活 你会觉得 这些是老土的事 这些是陈年旧事 对我没什么益处 可能你都是一笑而知 可能你觉得不值得浪费时间来到思上 又或者 你好像另外一位犯人一样 你觉得 其实我们人生都有很多罪业 其实我自己都有很多错处 将来面对上帝的时候 我怎样来到交代呢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 或者你都可以向耶稣来做个祈祷 耶稣 求你释放我 求你拯救我 我相信这位我们的神 他一定愿意来到帮助你 当耶稣掛在十字架上 一整日的时候 最后他就断气 离开这个世界 当耶稣离开世界那一刻 圣经特别的记载到 天上突然间变黑 圣殿的万子突然间都分裂了出来 可以说是地势摇动 大地震一样 这个充分给我们看到 原来耶稣基督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他真是上帝的儿子 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 而天色都会有所改变 当耶稣死后第三日 他的朋友 有些妇女 就按着犹太人的传统 打算带一些高游去 和耶稣来抹身 谁知道他们去到 这个葬耶稣的地方的时候 发觉 那个洞口 就 石头移开了 原来犹太人 他们就不像中国人一样 人死后埋在地上 他们是 人死后 就放了一个 不同的坟洞的里面 他们进去看的时候 发觉 耶稣不见了 原来耶稣 果然的 按着圣经所预言的 已经复活了 所以今天 我们在复活节里面 见到小朋友 拿着一些复活蛋 其实都很有意思 蛋 是好像代表 一个生命的开始 而耶稣的复活 就是一个生生命的开始 之后耶稣就向门徒显现 向不同的人 来到显示他复活的大能 所以当时本来很惊恐 很惊慌的门徒 见到耶稣真的复活 他们都欢喜过来 而且大胆地传说这个讯息 其中有一个门徒 叫做多玛 因为多玛 耶稣显现的时候 他刚刚不在 所以当门徒跟他说 原来耶稣 果然复活了 这个多玛很疑心 他说我不信 我不信 除非我亲自摸过耶稣的手 摸过耶稣的蜡膀 否则我不会信耶稣会复活的 当他说完没多久 耶稣就向他显现 耶稣跟多玛说 多玛你过来 你来摸摸我 当时多玛就立刻跪下 他说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主 各位朋友 耶稣复活 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事实 今天很多人说着一个怀疑的态度 但是当你从一个历史的确拒 你发觉是无可推卸的事实 而当你又看回 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他们的生命的而且确 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耶稣复活的大能 可以是在每个人的身上 因为这班的门徒 这班跟着耶稣的人 的而且确见过耶稣的复活 虽然他们不是读很多书 他们很多都是做打狱的 是当时一些基层的人 但是他们愿意不顾生命 来出去传扬这个真理 他们去到当时不同的城镇 不同的地方 来传扬耶稣的复活 他们没有了生命的危险 而基督教的历史 就是因为这班 真是看过耶稣复活的人 来传扬你 直到今时今日已经有二千年 现在讲的二千年的里面 我们看到 基督教对整个社会 国家有很大的贡献 很多现代文明的西方国家 其实都是以基督教思想来到立国 我们又看到很多的医疗的工作 很多扶贫的工作 很多来帮助孤儿寡父的工作 这些其实都是跟基督教的信仰有关 我们看到耶稣的来到世上 的确是影响了世人 并且真是能够帮助人 有一个丰盛的生命 而整个基督教传扬 就是借着当时一群 曾经见过耶稣复活的 这群门徒 这群门徒真是不太有学悉 也都不太多的计划 但他们是见到一个事实 他们不能够 不将这个事实说出来 结果当我们一路说出来的时候 一路传扬开去 而越传就越说 越传越多人信 而今天我们恩怨之声 也都是很深信 我们所相信的 就是一位复活的耶稣基督 所以今天我们仍然在世界各地 透过电视 电台 电脑网络 不同的形式 来传说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继续传出去 以至更多人得到上帝的祝福 每一次当我们的节目 来到播放出去的时候 都有些个朋友打来来 尋求帮助 而我们又很愿意和他分享 耶稣基督封城的生命 欢迎你现在马上打来 我们有一群个朋友 很愿意接听你的电话 愿意和你分享 圣经里面 这位的耶稣基督 为你祈祷 盼望你都能够有个开放的心 因为复活节 是能够改变人生命的节日 愿意你都能够得着 复活节上帝的祝福 中文字幕统分 过阴阁 天生灵真是 过来一个世 迎后送祝我生恨恨 今 若我今次 太怕基督 不离他士兵 愿尽我一生 请命如人方 莫问所知 谢谢谭品纳牧师带我们去历史时空 给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復活这件事 历史里的记载和他的真确性 就如谭品纳牧师所说 耶稣基督復活影响到今天 因为他就是活在信靠他人的生命里面 上帝听祷告 恩语听谨素 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 将来需要祈祷的事 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 恩语的网址是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而线 听完谭品纳牧师和我们说了复活的讯息之后 我们转一转话题又来听一位香港歌手 苏如虹的生命故事 以下我们就交给林淑萍和我们做这个访问 介绍一下今集的嘉宾 他是福音歌手歌唱导师 亦都是一位很幸福的 不是家庭主婦 是很幸福的妻子 有个很不幸福的童年 童年也是经历过很辛苦痛苦的时间 其实那时候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因为在小时候 在一个单亲家庭那里长大 我六岁那一年 因为妈妈是急性的心脏病 她两天就离开了世界 所以家里就剩下爸爸 我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一起生活 我爸爸有很多不好的坏习惯 赌钱啊 吸烟啊 喝酒啊 整天都骂人的 所以从小开始 因为她的性格 可能因为妈妈离开了 她都很多脾气暴躁的时间 搞到我们三姐妹都很难堪 很自卑 觉得为什么整个家庭 应该有爸爸妈妈 应该很温暖 妈妈不在 都起码有个爸爸 但是为什么连自己的爸爸 都不疼自己呢 再加上有一些比较 重男轻女的思想 令到爸爸很不喜欢我们 觉得生孩子是没用的 一路成长过来 都是很多坎坷 很多眼泪 那对你的成长 或者对你当时的心理 会不会有影响 我听过她曾经 她把你歌唱比赛 得到的奖座 扔在地上 是啊 因为那时候 一路成长过来 自己很喜欢音乐 还有四位去参加歌唱比赛 是 但是回到家的时候 拿了些奖杯 奖牌 其实爸爸不是很欣赏的 而且又不能换钱 不可以典当 所以回到发皮 看到那些奖 都给我订了 那时候我的心是很难过 因为 就算我多努力 就算我好像 在你面前 去努力做好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可以 但是爸爸 都不认同我 那这种 不被自己的亲生爸爸去对待 那种爱 或者尊重 或者欣赏 因为没有了这个位置 自己觉得 好像做人都没有什么意义 是啊 这个不是一般的 跟爸爸的关系不好 去到很恶劣 去到那些 是不是曾经想过 要不就自己自杀 要不就跟他同归于准 是啊 我小时候做人很有目标 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就是 跟他同归于准 就是觉得 他经常喝酒 回来都是输钱 那样 那令到我们 即是已经很伤心了 既然我人生都没什么意义 即是绝望 很绝望 经常回来的时候 哎呀我们要淋火水了 跟我们一锅熟了 即是说这些话 那我小时候很害怕 那我脑里面 我经常都有一些图画 那好吧 和你同归于准 要是找刀斩他 要是我淋火水了 很多这些画面 自己一路可以出现 第二个目标 如果不是 就等到我自己中学毕业 好丑丑 是个中五学生 离家出走 正正式的 和他断绝父女关系 那当然 幸好这两个目标 都没有实现到 那两条路都走 那后来 怎样可以改善关系呢 我们经常都说 我们信徒鞋 一个人得救 全家得救 这个怎样实现在你身上 我自己很感恩 因为我自己是 读中学的时候 因为那套校服 是否漂亮 做标准 六年班 我就选第一自愿 第二自愿的学校 选一间基督教学校 那因为当时 一个基督徒团契 有一个同学 教数学的老师 读中学会弹吉他 去看一下 那我就去听一下 发生什么事 这个地方 原来是一群基督徒 在那唱诗歌 那是基督徒的聚会 那我在当时 有一个班主任 现在移民了英国 那当时 在那里讲见证 其实很特别的 她是我全校最恨的女人 她在那里 在那里讲见证 在那里骂她 但是呢 她说到她和爸爸的关系 因为主耶稣可以改变的时候 我心里面有一些感动 和我都很相似 所以当她说 誰愿意信耶稣 我都不举手 那全班和她始终 因为我开始的 最后举道我 那没有办法 乳乳地也要 Meghan举 現在信了耶稣 透过信耶稣之后 圣经的教导 和肃告 我心里真的是 在 advert Whilst徒告时 上帝亲自告诉我 其实你爸爸是 一个好孤单的男人 你爸爸是一个好自卑 的男人 你爸爸是一个 母朋友的男人 他親生女你都不愛他、疼他 他沒有路走 你整個家庭都沒有路走 於是我就祈禱 聖經都有應許 當信主耶穌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就拿著這個應許去祈禱 一路祈禱 祈禱十年的時間 全家人都信耶穌 但當中你都付出了不少的努力 由最初我看的報道 最初他罵你的時候 你一言九鼎 但後來他罵你 你竟然是幫他按摩 倒杯茶給你喝 這是怎樣做到的呢 這個我想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 靠我自己的能力 做不到 我是看到 因為一路去侍奉 我們基督徒叫侍奉 即是四位去唱歌 四位去分享的時候 我有時我唱歌 我就會配合一些 叫做吸毒者 或者是一些殺人犯 去講見證 我就唱歌 好厲害的 主要改變他們 我爸爸也不是很壞 他自己對我不好 或者他自己的壞習慣 沒有理由我爸爸信不到耶穌 就是這樣祈禱 還有一個盼望 我見到這麼多家庭恩著主 可以改變 我覺得我都可以 祈禱的時候 求神去祝福我的家 自自然而 因為你越為那個 很不喜歡的人祈禱 你不會越祈禱越憎他 你只會越祈禱越喜歡他 然後神就鼓勵我 你去愛你爸爸 你去愛你爸爸 因為你爸爸所作的 他不曉得 所以你要原諒他 你原諒他的時候 你的生命 你的家庭 會有改變 在九月十一的早晨 有一位女孩 誕生在一個沒有平安的世界 之後帶著無奈 她的媽媽早已離開 爸爸有種人喝醉回來 對她的精神虐待 對她的精神虐待 就她抬不起頭來 自卑的心靈陪伴著她 孤獨長大 也許她從來不懂 什麼是愛 我就是那九一一的女孩 我還有我的夢和未來 天賦的介入讓我明白 在愛裡沒有失敗 我喜歡這九一一的女孩 每一天都有天賦同在 因為她的寬恕與愛 讓我自由也釋懷 當蘇宜雄這樣討告的時候 上帝的作為 就很奇妙的顯明 她爸爸最終是信了耶穌 我們又聽聽她爸爸 信耶穌時候的過程 好開心 當我爸爸信耶穌的時候 其實她是在深切治療部 她沒有信耶穌 插口地信耶穌 用她的心理表示 讓我們知道她要信主 後來我們也祈禱 信了主不夠 會不會好得回來呢 醫生不停告訴她 你們預備身後事 她可能捱不住 我們祈禱 在祈禱的時候 爸爸竟然好起來了 然後跟他們回教會 回教會的時候 爸爸站起來 有很多弟兄姊妹拍手給她 一個七十幾歲的老人家 竟然站起來 她流眼淚 我記得她在左手邊 在右手邊 我看到她流眼淚 我都流眼淚 因為她開始感覺到悲哀 她感覺到她有尊嚴 我覺得這一個很感動的情境 同時在教會完一聚會 我們就拍我們全家人第一張全家福 人生第一張全家福 就是爸爸第一次回教會的時候拍的 那張也是我們唯一一張全家福 我覺得是很珍貴 是一個很好的回憶和片段 即是一個很美麗很幸福的畫面 是的 剛才說到小時候 那個自我的形象不是很好 後來因為愛 感動身邊的人 從此你都自己建立了一個很幸福的家庭 充滿愛的家庭 那是怎樣開始的 是的 因為小時候一直去唱歌 講見證 講見證的時候 突然間有一個男孩子 經常會看著你 嗯嗯 看著你 經常來聽你說見證 又不會的 那個就是因為 是我的上司的弟弟 因為有個小朋友 他又想服侍神 不如你幫我們去唱歌 全福音的時候 幫我們聽一下音響 他就有機會再聽我說見證 然後聽聽看 原來這女孩平日好 bru expensive 他們也有經歷諸癡 經歷跟他們很像 他爸爸對他不好 所以看到大家開始有點火花 同時因為我以前 request來得名對男人 覺得這個小時候男人 都是自己 стран exchange 就是這樣 比經常看到我罵爺衎 speak 但是我發現我喜歡耶穌之後 我遇到很多好男人 開始就覺得原來我以前對婚姻是沒有盼望 對家庭沒有盼望 因為童年的狀況 但是原來在主裡面是有盼望的 再者就是聖經話 我來是要叫人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我相信我不單單只得到救恩的禮物 我很多豐盛都會透過耶穌基督給我的 還有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當你服侍神的時候 這些東西都會加給你 我老公就是這些東西 所以就加了給我 找一首歌 送給他聽 我送給其他聽眾聽 對 這首歌叫幸福快慮 其實是講到婚姻用筷子來比喻 是那時陳敏儀跟廖啟智結婚二十週年 敏儀就 哎 Ivy 幫我寫一首歌 我想用筷子來比喻我們的婚姻 他們再行教堂 應該是第一次行教堂 結婚二十年 這首歌我也很喜歡 很多人婚禮都喜歡用的 幸福快慮 希望大家加油 好 行 看上帝精神自作 美妙結合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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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也是同等 共進晚親 你我可走勤 相伴齊福是人 結婚有流空間 安心 安心人 結婚 安心人 結婚 我 共你牽手 戒路 這時一世 遲守 今生以後 同酒 就算世間 安心人 結婚 安心人 結婚 保守 我心清潔 我立志長師 守勢 要愛你 永遠不見 今生相伴 今生相伴 似對筷子 恩愛過這心 不可分的天生一對 我共你相靠緊 彼此尊重 你我結出 永恆 愛的族人 愿快 只可見證上帝 是你手牽引我倆文契 有世間 知道靠上帝 能堅守到底 愛著你 一世 如果你想多點了解基督教信仰 你有什麼煩惱 想知道耶穌可以怎樣幫到你 打電話來跟我們聊聊天呀 我們的生命熱線號碼是 4167883322 剛才說了她的一些童年和幸福的家庭 然後我想談談她的事業 其實事業都從自己的經歷開始有些關係 前一兩年曾經在身體出現過一些問題 那是什麼事呢 其實是因為生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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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我有多不接受呢 應該要給什麼表情 給什麼反應 那我就到我了 去治療 去乖 去搞好自己的身體 積極去面對 我覺得糖尿病 其實很多人都有 這個病又不是什麼的 只要你控制好 乖乖的 吃清淡的東西 那我覺得是一個 幾好的辦法去令到一個人 你要檢點你自己 有時候病不是一個 negative 或者是負面的事情 有時候病是因為 你的身體 今天的結果是因為你自然做的那些 就是吃得哭 看得好 你做了不好的東西 你就有今天的結果 所以就是提醒你 你要檢點一點 所以我覺得是 你要一直學習自己 如何去疼自己的身體 那有什麼不同 我的生活習慣方面 會不會有些東西改變了 就是你一定不可以讓你自己再加重 第二 你甜的東西不吃得多 飯類的澱粉質也不吃得多 保持心境的開朗 你要做適當的運動 我覺得 還有最好要減一下磅 所以因為患了這個病 一下子一個月我瘦了十幾磅 是啊 很乖 平時都沒有的 但是一患了這個病就瘦 一直瘦 現在一年都要瘦幾磅 或者五六磅 都開心的 健康的瘦 乖一點 乖一點 所以學者的經驗 經常叫做什麼 九病成醫 經常分享一些健康餐 煮一下什麼 那待會也要有很多事情請教你 不要這樣說 你很健康 我們認識蘇瑜熊 通常聽她的歌 音樂製作 但是她的事業有另一個方向 是什麼 因為在大約七年多前 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多謝另一位福音歌手叫趙芬妮 她說要不要學化妝啊 好啊 去哪裏學啊 我們這些歌手都自己來的 跟著蘇維娟啊 好啊 好啊 要不要錢啊 貴不貴啊 不用錢了 不用錢 我的私妻 好好好 認識蘇維娟之外 看到她的生命力都很強 我又看到化妝美容都很好啊 可以幫自己扮漂亮之餘 幫別人 因為那時我有一班學生教她唱歌 帶她們出去活動啊 唱歌的商場的時候 那些老闆都說 她們唱得很好啊 不管呢 可不可以幫她修圖嗎 那我就在想怎樣幫她們 很重要啊 怎樣修圖 還有第二件事 當時就 一個很偶然的機會 進了碼頭為女童院 教一些女生唱歌 很多女生都做了那些工作 不是很道德的 又未夠年齡 那我在想有沒有工作可以幫到她們 是找到自己的尊嚴的呢 那所以就不如先學去女童院教她們 那所以就偽然就去學美容化妝 那怎知道越做就越開心 越做又會看到 原來女人都是很可愛的 原來女性呢 很多特別的才幹在裡面 只要你愛她 關心她 鼓勵她 原來很多女人是很厲害的 那我就在這個地方就叫做學美容化妝 第一節那裏說呢 你小時候其實那個自我形象都很低 後來一路建立幸福的間庭 有自己的事業 其實由內外都更新 即是裡面建立了自己的形象 外面都要怎樣執行 那其實女性怎樣可以內外更新呢 我想是第一件事 剛好我剛才講完的講座 第一件事你要愛自己 有愛 你要愛自己 你要知道自己其實很特別的 每個人上帝做愛 每個人都很獨特的 照著她樣式去做 每個人都是公主和王子來的 只要你愛自己的時候 你才懂得愛別人 所以你從裡面 我有價值的 那你才有心情 即是你說我去修條眉 或者我去洗臉膚的面膜 你都需要有心情 你都不愛自己的時候 放任自己 便會放縱自己 所以有時 你弄好自己一點點 其實你隔壁那個 你家人見到 哇女兒漂亮了 上心願目 見到你精精神神 每個人都很開心 那我覺得是端莊的打扮 就OK啦 所以這個 首先建立了這件事 第二件事 你要懂得 慢慢從你裡面去增值 我覺得學習是很重要的 還有不要經常看自己太過無用 又不要看自己太強 看自己合乎中 我覺得人生會開心很多 所以你從內外 都有方法的 我想時間有限 看看有沒有機會 再離婚多點 那在那些講座裡面 那些對象 多數是姐妹 都不是 我今天來都很驚訝 那些男孩子 男士 男人 他們的反應是怎樣 嗯 都會怎樣 是啊 因為我想男士女士 其實不是因為性別問題 而是對自己都需要愛惜 男孩子很貪美的 我懂得去查些東西 比他媽媽更多 哈哈哈哈 那其實對關係都有幫助 是啊 還有當你有自信心 你接觸人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你夠膽 有時跟人聊天 有夠膽去看看人 是否怎樣頭 這個是人際關係 那你容易夠膽去說這些 有時在場合不敢說話 很害怕自己說錯話 很害怕自己在場合不受歡迎 但其實全部是自己想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需要去 特別有些朋友仔 要對自己太過自卑 太過不疼自己的時候 從外在去改變 慢慢內在一起改變 會好很多 禁他起身高別痛悲 令我驚嘆愛視多元美 野生謙卑 拳柄炮喜 做逼百辨打體代我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現在就沒有了 但是很開心之後 因為都過了好幾年的時間 我見到有些女生都在不同的場合見回她們 有些在我自己的美容公司見回她 想來學樣子 很感動見到她眼泛淚光 她就想來去改變去學習做美容 另外一次就是有一個 我的朋友告訴我 有個女生你見到她叫什麼名字 她說她很想見你 因為她現在去學剪頭髮 未來她想自己有個髮囊 希望有需要 好像以前她這樣經歷過很多困難的女生 可以來這裡學剪頭髮去幫她們 好像蘇玉紅姐姐這樣做這些事情 我自己聽到她很感動 原來你去幫別人的時候 我不知道她們未來的改變 所以有時候自己都覺得 其實你可能做事很少 去教一下她們唱歌幾堂的事情 但原來你跟她們的關係 不會斷的 雖然沒有聯絡 但原來影響了她們 我發現生命影響生命很重要 其實我們看報紙 其實都見到有很多女生 因為家庭或其他問題 自我形象很低 活在一個很坎坷的境況 對於你小時候 如果遇到這種境況的女生 其實你有什麼勉勵她們呢 我想一定要找一個正面積極的群體 跟自己一起走 特別是年輕人很受朋友影響 你看一下是好的影響還是壞的影響 如果她能夠有一個好的正面群體 是正面地影響她的 那一定會有一個好的發展 但如果自己都 我覺得自己沒有得變 好像我接觸女童的女生 我說你有什麼希望 我沒有什麼希望 我希望十八歲就死了 我這麼恐怖 她說是呀 爸爸媽媽又不理我 又不要我 政府是我家務人來的 爸爸媽媽都不適合我家務人 我人生還有什麼希望呢 所以父母對孩子的影響是很重要的 我鼓勵她 希望她們是 其實人生是很多盼望的 人生是很多人是很疼愛你的 有時未必是自己的爸爸媽媽 有時自己的爸爸媽媽 本身都沒有爸爸媽媽疼 就是再推上一代 所以我自己覺得 能夠信耶穌是最好的 認識神是最好的 可以去到教會去找一個群體 在教會裡面 我相信很多人會接納自己 所以一路去成長過來 我自己在教會裡面成長 再加上喜歡音樂 一班音樂的哥哥姐姐很疼自己 一路成長過來 我是被上帝的恩典人辱出來的 所以到今天的蘇如虹 不是因為蘇如虹有什麼厲害 是乃是上帝 她派很多天使 很多貴人在我身邊出現 有一個長輩說 很多人花了很多心血在你身上 我覺得這也是很幸福 人生的經驗 好像以前我有機會學唱歌 是有對夫婦奉獻不淺給我 但到現在這對夫婦是誰 我都不知道 是無名是夫婦 我人生經歷很多很疼自己的人 都是上帝差離去愛好 所以今天我有的就要去分享 說回剛才 有些女生可能自我形象低 可能都跟家庭的關係有關 是不是家庭的陰影擺脫不了 應該怎樣重新建立自己 我相信當一個人 很想 我聽到很多現在 就是中女 很想結婚 或者她以前 或者做了媽媽 其實她們很多是想結婚 因為自己的家不開心 然後想 靠自己的努力 能力去建立一個快樂的家庭 但是很多時候 一個女和一個男的 男的很想很早結婚 都是因為很想逃脫 就是家庭 兩個有問題的人結合在一起 你猜問題是能夠解決 還是會繼續擴張呢 其實是會繼續 把問題 好像玩層層疊一樣 一直回答下去 但是根基不好 層層疊就會倒塌 所以我覺得 你其實很需要找到愛的源頭 每一個人 好像我比較幸福 是感謝神 就是我沒有愛 我整個人生 我常常形容人生 好像一隻杯 這隻杯裡面 看看你在什麼 你再是負面 自卑 你倒出來的東西 都是這些 但是你裡面是自信 被愛 肯定的時候 你倒出來的東西 就是肯定 自信 被愛 所以要審視一下自己 其實現在我這個人生 為什麼經常不開心呢 是不是我裡面這隻杯 經常載了很多垃圾呢 載了很多垃圾的時候 我怎樣可以清掉這些垃圾 當然 這個節目當然要跟你說耶穌 你信耶穌的時候 耶穌能夠幫我們 我以前都是很多苦毒 很討厭老爸 經常說粗口罵我 我說得比你厲害 因為我被粗口栽培成長 我怎麼能夠不懂得說粗口呢 那我就 後來發現這個道理就是 如果我要去改變 就不是我繼續用仇恨去解決仇恨 應該要用愛去解決仇恨 用愛才能夠解決仇恨 仇恨不能夠用仇恨的方法去解決 我想是很需要找到愛的源頭 去釐清了裡面自己的垃圾 然後你這個杯呢 先倒空 你再多些別人對你肯定的愛呀 關心呀 在哪裡拿呢 在耶穌那裡可以找到 回教會認識神 有很多好人呀 愛你的人呀 鼓勵你 那你一杯就載了很多福杯滿日呀 那你就能夠倒一些喜樂的水出來 開心的水出來 和人分享 那這個就好像對流 還有我覺得信耶穌很好 你去祝福人嗎 上帝又賜福給你 好像他對流那樣 你就不停去 你就源源不絕了 你的生命就會很豐盛 是啊 無條件的我 愛讓我此刻接受 尋回了真我 無限滿足恩惠在我手 無條件的我 無條件的我 福音歌手苏鱼红和我们分享他这么丰盛的人生 从一个无爱的家庭成长 到现在能够将爱来和人分享 耶稣曾经说过 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耶稣基督復活的大能 可以显明在苏鱼的身上 亦都可以显明在你的身上 盼望你能够作出一个改变你一生的抉择 得享人生的丰盛 下次见 拜拜 优优的伤信 严量这一生 伴我永不尽头 永不尽头 上帝听祷告 恩语听倾诉 心情信伤的电邮地址是 LifeCare L-I-F-E-C-A-R-E at SOBEM S-O-B-E-M dot O-R-G 例如山 Tae H-S-O-B-E-C-O-B-E-A-R-E-G-E-C-E-A-R-E icha